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如何画一个icon 就是比上一节课稍微难一点的刷新的icon 我们来看一下PS这个界面 同样我们还是会用程序选择页面的图标来做 一般在画一个图标之前的话 我们都会有一些草稿 就是哪怕用铅笔在你的草稿上画一下也好 或者是用一个专业的笔的话 用那个数据板的话在你的电脑上画出来 你整个这个一个草稿的图形 这样的话后面来做相对快一些 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个Apple Pen来做了 当然那个比较高级一些 那现在我们简单的就先 根据我们这个已经图形 已经确定好了这个图形 来对它进行一个重绘的一个过程 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步骤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我们会选择跟上节课一样的 用两种做法把这个图标做出来 那第一种方法呢 一样也是一个图层一个图层去叠加了 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下 那在做这个之前的话 我们要先分析整个这个图标的它的结构了 还是跟上一个图标那个打叉图标一样的 这边呢 关闭图标样这边有一个 外面有一个圈 然后里面呢 有一个 那个稍微粗一点的 一个图形 那这个会相对不规则一点 所以我们要对整个这个的 里面的这个图形来进行分解了 那它呢 应该还是一样 同样有一个环 这个环呢 还是一个开口的环 还有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显然是 那个六十度角的一个三角形 组合而成的 其实也就这几个元素了 一个 两个开口的环 还有一个呢 六十度的一个三角形 组合起来了 那有没有看到这个开口的这个环呢 它这个收角的时候 它也是圆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它不是一个直的 直接切过去的 也是浑圆的 所以它整个这个图标的那个 它那个个性啊 它那个风格看起来 它也还是会比较浑圆的 那种那种走向 那这样就跟我们刚开始 第一节课 前面几节课 说定位这个整个风格的 那个的时候呢 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好 那我们同样呢 给它先建一个组 这个组呢 叫做刷新 好 这个组叫刷新 我们同样呢 先画一个圈 它的外面的 因为呢 它这个呢 不会缺角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描边来 把它做了 我们用一个点 细描边 这个同样是不填充 好 已经出来了 这颜色 我们选择跟这个同一个颜色 这样会比较好认一些 好 这个出来了 那里面的这个呢 它是一个开口的一个一个一个那个圆圈嘛 一个圆环嘛 所以呢 你要用这种 用描边的形式去做出来的话 那你到时候你再怎么剪 再把它图标怎么去剪 剪掉的话 它都会有一个描边 你看 我们比如说 我们这样 我要这么剪 是吧 它都会有个描边 它就是描边就是 整个它的描边 就根据它整个外形 整个这个形状 去外形去描边的 所以呢 这个这个 这个环的做法呢 应该是 我画一个 啊 画一个 实心的 有填充的 一个形状 完了之后呢 再剪去 里面的一个 Alt按一下 Shift Alt按一下没错 然后剪 是吧 或者是你也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 点这里 然后呢 剪去 顶层 是吧 就从我们画了这个地方 把它剪去 啊 这种方法来做也可以 啊 这个这个这个图形 我们选择错了 应该是 椭圆形 啊 我们用那个方法 按住 按住 按住Shift 错了 先剪 按这样子 按住Shift 它这样就能剪掉了 啊 哎 这个肯定是不对了 我们再调整它的大小 估计一下 大了啊 按住T 调大 调大一点 好 大概是这样子 估计一下 啊 好像还是小了一点 但这个最好是用数字去调 啊 我现在这边是跟大家说一个方法 好 那我们先 啊 按住 哎呦 错了 我们画了是这个粗的 嗯 那没关系啊 反正都可以调整吧 是吧 我只要把这个缩小一点 它就是粗的了 所以呢 就是 在同一个图形里面做一个icon的话 嗯 它好了 我可以改变这个图形 我可以去调整这个 这个图形 好 那这边呢 要缺一个口 那同样呢 啊 我还是要选择这个 减去 啊 想减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选项 然后呢 这边缺一个口 我这里可能 就得用这个 矩形工具 减了回 按住 Alt 也一样的 减去 好 那就减去这个Alt 好 是吧 然后呢 就简单了 它是这个位置的 好 那就大概这个位置 给它简 好 一个有缺口的一个已经出来了 啊 那可能这个地方的话 比较没那么标准 因为我们 为什么我 我我我我 我不怕呢 我把它放放这个角度呢 因为我们后面还要两个东西要把它叠加起来 啊 啊 这里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圆润的圆角啊 好 所以上面还得再叠叠叠一个啊 上面还得再叠一个啊 上面还得再叠一个 圆形啊 啊 啊 这个圆形不能直接在这个上面做 返回一下 这个圆形呢 要在上面另外再叠一个图层的 好 我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这样子 在上面叠一个图层 啊 所以呢 这个圆润就出来了 好 那这边呢 还要在上面再叠一个图层 所以呢 我也会选 自定义工具 这边有一个啊 我们这里有一个 呃 那个现成了一个图层工具 好 去再按一下 它才会 真正的是 那个60度角的啊 Ctrl T 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啊 调整到你觉得合适的一个位置 啊 然后去 把它 调到这个 合适的这个地方 是吧 好 那 这三个图层 就组合成中间这个刷新了 啊 我们捆成G 组合合成组一下 啊 把它缩小一点点 好 好 然后呢 再点住 跟 刚才的这个 啊 一起选一下 啊 你也可以用快捷键 加 那个Ctrl 加 去选择 集中一下 集中一下 啊 这个跟我们要了这个基本上很相似 但是这个好像细了一点 那你可以再继续去点进去去调整啊 啊 啊 这些的这些图 这些那个粗细啊 啊 比如说把这个调调细一点 按住Ctrl把它调细一点 是吧 他就粗一点了 对不对 那同样的话 你这个粗一点的话 那你你这个位置肯定要稍微调整一下 啊 还有它的方向 是不是 啊 那它就会粗一点了 啊 到调完了之后的话 你再聚于这个外面再对齐一下 啊 这个就是一种 啊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刷新的这个 是吧 把它 转为 智能图像 智能实量 智能实量 啊 那它就是一个实量的东西 当它要刷新的时候 当它要编辑的时候 我们再双击进去去编辑它 好 那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多图层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还有一种就是 啊 像刚才那个那个 关闭图标一样的 也还有一个 就是在同一个图形里面去 做这个图标的这种方法 那这个就相对来说 会麻烦一点 那 其实只要一个规律记住的话 后面的也相对来说 也方法也都是一样的 就是无非把它分 分解成几个图形 然后用几个提升组合起来 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 有一个特点就是 你一定要外面的先做 然后再往里面的做 你这样不会说 在层层叠加叠减的时候 那会相互相互那个相减啊 然后呢 会会出现说 后面的这个东西 里面的东西被剪 剪没掉了 好 那我们就实际来实践一下 选择 矩形工具 一个大的矩形工具 好 按住 Alt 相减 按照Alt之后 然后 拉一下 再按照 Shift 这样的话 它就是 确定你是相减 然后呢 确定你是 那个不是椭圆 而是圆 是吧 好 选择 点这个哈 聚中一下 垂直聚中 水平聚中 好了 一个圆圈出来了 当然 这个圆圈肯定是 抽了一点 我们按住 Alt 加 Shift 同心变大 同心变大 同心变大的话 那它自然而然的 外面就变小了 是吧 同心变大 缩小一点点 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 走形了 那我们再给它对齐一下 好 现在再画这个 再画这个的话 就是在这个 单独的图形上面 再盖一个 环 然后再盖一个 那个三角形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方法 我们 应该先画这个环 然后再往上面叠这个东西 画完这个环之后 在上面叠这个 那个圆角 就是圆润的圆角 好 那我们再画一个环 按住 Shift 就在这个里面 加一个环 在这个图形里面 加一个环 是吧 在这个 圆圈里面 再减去一个环 好 所以按住 Alt 我们再按住 Shift 好 选 拿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太细了 缩小一点 变大一些 好 按住 Shift 选两个 集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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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同样的方法 减去 错了 减去应该按Alt 好 拿过来一点 减去 这个缺口 好 快做T 选择 这个呢 应该是跟它垂直的 它才是一个标准的 好 因为这里还会叠一个三角形 所以我不太怕 所以我不怕 这个 就让它是这样 这么放着 好 缺口做好了 上面呢 还要再多增加一个 圆角 才能使得它圆润 哎呀这个一看不垂直了 那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 点击它 调整一下 好 让它稍微转一下 一放大 就能看得出来了 好 慢慢垂直 要垂直 垂直大了 就会放 就会动到外面的这个图形了 好 那我们就往里面挪一点 挪一点还不行啊 还得缩小才行 太大了嘛 好 按住 Shift 我再说一遍啊 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模式合并了 你按住Shift之后 你才能够踏上那个圆形 好 你看呢 是吧 叠加出来了 嗯 那肯定这个直径呢 要跟着上 要调到跟这个一样大 才合适啊 就是它是一个像素的 在一个像素跟半个像素之间的话 PS已经认不到了 好 我们先这样子啊 后续再调它的细节 嗯 大概就跟大家说 大家说一个方法 好 在上面这边呢 还要加一个三九行啊 再加三九行之前的话 这个还是得调一下 因为呢 怎么呢 这个 没有把它 删除掉 把它剪掉 所以呢 它会盖不住 好 我这里还需要再增加一个 啊 刚才说的这个 六十度角的 三角形 对吧 按住Shift 或者是点这个 要按住Shift去拉 它才会 正三角形 好 Ctrl T 错了 应该要选择到这个图形之后 才能按Ctrl T 好 选择这个图形是按这个来选 好 拉到 调整一下 Ctrl L 好 现在把这些 都选择起来 好 把这个同一个图形呢 拉过去 好 你看 保证一下 关闭 是不是在同一个图形里面 啊 这个就画出来了 那细节的话 我们就 继续调整了 比方说 这个太细 这个 那个线呢 没这么粗 应该要细一点 那我们就把里面相剪 这个稍微再放大一点 它就细了嘛 然后呢 这个应该再粗一点 那我们就把 选择 这里面这个相剪 这个图形 按住Ctrl 选择 给它细一点了 那它 它就粗了嘛 那这个三角形 应该大一点呢 我应该再单独选这个 再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呢 这个圆形呢 圆角呢 没对好 应该是 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直径 跟整个它的 宽度 一样大 它才能够圆润的起来 不能这么圆润 直径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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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缩小看一下 全部给你张家 看一下 是不是 好 现在就整个缩小 调到你所要的 那个位置 好 掌声一下 那这个就是 在同一个图形 里面的一个icon 这个是在不同 在同一个图层里面的icon 这个是不同图层里面的icon 的一个做法 那其他的 如果是比较复杂 那些图形 那些icon的话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一定要先分析出 它这个图形 它是有几个 不规则 或有几个规则的一些图形 去组成的 然后在 这些图形的基础上 一个个去拆分 然后一个个去 把他们的个体 给它分解出来 再去组合 大概用这种方法来做 那好 那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